今天有新增0例的本土病例 有10例的境外移入跟0例的死亡個案 那這10例的境外移入的個案 是6例男性 4例女性 那您介於10多歲到40多歲 那分別來自4例是印尼 還有菲律賓 2例是越南 土耳其 韓國是有2例 那入境日介於今年的10月10號 到10月3號 那這些持有搭機潛生類的檢疫情報告 另外突破性感染部分有5個 新北市在設這個永平站的時候 把這個永和永平站 設成 誤設成新北人州永平站 當時大概預計有影響人數大概1000人左右 那新北市它其實都已經分別發了簡訊通知 就是這個受影響民眾 那也當在今天也派員 在現場領導民眾 到這個附近的 盧州仁愛市民活動中心來接種 那由於早上這個事件 所以新北市溫局 他們也目前正主案的致電民眾 那請他們就是 就是因為可能未來還有一個禮拜 所以請他們未來就是能 不要再跑到這個 我們從這邊來 HIP會議在討論的時候 即使是這個 就是呼籲暫緩的專家 那他們的認為就是說 他的意見是不用每個人都打第二劑 所以等於是說 就是有關在校園接種 或是用預約的方式 我們都先暫停 但是專家認為說 如果有高風險族群 或是特殊需求 有強烈意願 要打的對象 我們就不阻止 有關在這個 12到17歲 這個第二劑的疫苗 第二劑的施打疫苗 就是我們就是讓這個家長 知道這個第二劑的這個風險 那如果他還是要帶小孩 去這個醫療院所吃 我們這邊也不會 就是說在了解這個風險之下 讓自己就自行 就是可以帶小孩去接種 今天的境外移入當中 印尼籍的有兩位就是屬移工 那其中另外也有境外生 我們其實去年開始那個 秋天冬天 開始恢復引進這個 外籍移工的時候 也有確診的情形 那天曾經也有確診到 一二十例過的 所以不會純粹是因為確診 就停止這樣的一個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 對於這個 境外移入確診的 這個掌握都相當的嚴格 所以只要他沒有造成 社區的擴散的風險 那在這個 我們量能還足夠的範圍之內的話 不會說因為某個國家的移工 有確診就去暫停這樣的一個雙 因為這個照顧性的移工 或者是產業的移工 能夠引進對於我們國內經濟 或者是社會的這個照顧 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所以大家也不要只看到這個 確診的部分 而且確診的情形來講 因為其實都有 大部分都還是有接種過疫苗 所以就個人來講 還有醫療照顧來講 這個負擔大概相較於去年 也稍微再減輕一點點